卡塔国家图书馆 今天乘坐地铁到达了教育城 教育城的氧气公云 也称RUFI公云 从空中往下看 它像一个八宝葫芦 智能设备的出风口 气静性的景观设计 以地下能行道为特色 配有冷却隧道 以一系列的动态循环隧道 设计师还以沙漠的风柱银层为银杆 以天然石材覆盖 拥护与墙壁的方式 构建了一个整体式的结构 带有顶盆的能行道 则由至于轨道一侧超大西形干净 汇能吐热构成 氧气公云 物群已成为当地社区的活力物理地 也是云热沙漠的完美解药 公云可提供13万平方米的日色空间 77米的步行道 一条1600米解配遮阳的跑道 一条马术跑道 多个运动场 四座建筑 以及含有一百多植物花园 花园植物大国寺本土和实际沙漠 团景的步骤 氧气公云的室外足球场 好美的天空等于雨发的组合 氧气公云可以洗刷身心的疲惫 通过积极的锻炼 让精神放了一些 探索氧气食物 和健康纯净生活资金的共生关系 设计师通过独特的地形设计 以巨大程度的利用 盛行风实行被冷却 并容纳多云化的体育运动 氧气公云的热气球灯和 河绿四跑道的破路是氧气公云最大的景观 每天都有许多游客和当地居民在此 沉凉和光山也是大学生主要的打卡地之一 沿着露气公云 前面就是马术跑道 对面就是马术训练场 当夜晚降临时 这些五云六色的满天星 会发出不同颜色的灯光 云云看去 就像太空中的星星一样 居民就是T-O-N-C-C 和V-T-R-O-A Hospital